看到社会焦点是远景货包围在高雄三明区的一间吐司店 疑似发生了纠纷 到场之后只看到店家忙碌在出餐 不过这时候他们却发现了客人的机车围停红线 用餐的桌椅还占用了道路因而进行开阀 没有想到这个行为引发了店家的不满 认为整条路都违规 玻璃师大人却只针对他们因此提高了分贝理论 冲突就此引爆 你再负我不对啊 你再负我 你再负我负我负我 你再负我 土司店员工情绪激昂和圆镜你一句我一句 你再负他讲 现在很很简单 你再负他 没 没有 没有负他负他负 分贝越来越大声完全不肯退让继续肇消 甚至向圆镜把他靠起来 你像你这样 3 我在这样 不要说 不要说 眼看场面即将失控 有人赶紧上前劝假 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刀是对了 怎么有的 整理事件就发生在高雄三明区 这间吐司店一次发生纠纷 不过到场后并没有人吵架或斗 但却发现吐司店的桌椅 占用道路营业 客人机车违规停放在红线处 进而开单 没想到却引爆店家不满 认为被针对 还可以叫他们不要吵就好了 知道那个红线不能停就不要停 实际回到现场 其实这里整条画满红线 消费者都只能乖乖找位置停车 以免挨罚 店长把这个店人当作是弟弟在管家 店家对警方的不当的延迟 我们依社会秩序为法 来寒送后续侦办 这次因为店长管教员工问题 被民众误会是纠纷 不离是大人才会找上门 不过店家违规事实明确还大声呛瞎 现在也通通被警方依法侦办 记者综合报道